接下来看到这个画面是吃回转寿司 但是被店家灌水吗 因为有消费者去一家连锁的回转寿司店消费 但是他明明就没有拿寿司 但是在座位上头的这一个盘数的数字 却是不断的增加 让他觉得是不是被灌水了 这个画面一出之后 有些网友认为说可能是电脑出了状况 但是目前业者没有做出回应 在回转寿司界你是大胃王还是小鸟胃 谁说的算 那你可以吃几盘 吃饭吧 你会点吗 我大概吃的几盘 会啊 他都是来你桌边算 还是这样电脑 桌边算 他都知道桌边算 但你自己视线也会先算一下 会看一下 对 你也被多算了这样子 对 但是有连锁的回转寿司是电脑帮你算 有民众去吃知名的连锁寿司 拍摄影片发现 回转寿司在跑 但他并没有拿寿司下来啊 座位上方的专属电脑荧幕上头 却从19盘跳到20盘 然后莫名其妙跳出了恭喜你 中了扭蛋 因为餐厅的游戏规则 是每吃到5的倍数的盘数 就能参加扭蛋抽奖 不过民众觉得奇怪的是 我没吃啊 再继续拍摄 发现同样没有拿寿司下来吃 盘子数量从20盘再跳到21盘 质疑是不是被灌水了 其他消费者会不会也不知不觉 盘数默默的增加 白白花了钱 我觉得看糟糕 是电脑bug吗 对 有人说自己从来没碰到 会不会只是当时电脑出包 并非一直以来都算错盘 举头三尺的电脑是不是不太灵 目前呢 连锁寿司业者尚未对外回应 华氏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我是叶鸣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 妹妹妹妹们 既然是您的站起来 并且我们照顾